生命的结束是物质形态的终结 也是我们常规的概念 所谓人死如灯灭 啥都没了 如果变成鬼呢 反正我是没有见过那种飘飘 正常来说 一个生物只有在活的时候 才能对你造成威胁 比如那些老虎 狮子啊什么 但是 在某些时候 有些生物活着的时候 反倒是人出无害 死了的时候 才是最可怕的威胁品 大家好 我是王奥奇 最近真的吊风很厉害啊 感觉裤衩都要吊下来了 不过还是要感谢留下来的朋友 依然如故的支持啊 关于骆驼的了解 很多人都是从沙漠开始的 或者从 他们极度能冷静耐渴 在没有水的条件下 可以生存两周 没有食物的情况下 可以生存一个月 除了在发情期的时候比较危险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很容易发怒 会咬人 踢人 还会喷口水 喷口水的时候 会流未来你未消化的食物一起喷出 里面包含了淡树 味道奇臭无比啊 所以千万不要在发情期的时候 去了一只骆驼 但在平常的时候 这些一种胆小而又温顺的生物 基本上属于人出无害吧 是人们在沙漠里的好帮手 但是如果你在沙漠行走迷失方向 刚口V 这时候突然看到一只 倒在路边的死骆驼 最好不要去打它的注意 在常规观念里 骆驼之所以能耐得住沙漠的温度 是因为头魂里能储藏大量的水分 其实不是这样 通过解剖可以发现 头魂里则是存在了大量的沉积脂肪 它们之所以能在沙漠里生存 主要是因为这些脂肪在体内养发成水分 来提供必要领养 一旦死去 这些脂肪就无法这些新陈代谢 而且因为身体的密闭性和外界高温的环境 内部会支持很多的细菌 消耗落头的组织 这个过程就会产生很多有毒的气体 如果这个时候你兴冲冲跑过去 渴望这骆驼能够解你的蓝莓之急 只要你轻轻发泼一点屁股就会 还有一种生物就是鲸鱼 这种巨大无比的生物 尸体也受会搁浅在岸边 骆驼那么点大都那么危险 鲸鱼就可想而下 体内大量器官组织腐烂 庞大的腹腔形成一个密闭的高压早气池 死完后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及时处理 就是一个会随时引爆的军火库 如果你正好在这档口接近 爆炸的气流可是会死人了 毕竟一只鲸鱼一般都能几十米长 历史上就曾发生多次鲸鱼爆炸的事件 比如04年1月26日台南的抹香精爆炸 当时一只身长17米 体重50吨的抹香精 在游泳县台积乡海岸搁浅而死 相关单位出动卡车 起重机等设备前往运输处理 没想到行进到台南街道闹市驱使 可能因为气体已经到了临界值 过程中震动又太大了 就在街道上就爆炸了 大量碎漏 雪雨 奇寿无比的气体 在闹市就喷射而出 周遭的商店目击者车辆无意失眠 关于鲸鱼海鲜味的传说 就此成为台南许多人不能忘却的美好回忆 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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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